Partime的工作也是可以做H1B的申请的 它跟Fulltime的H1B的区别 就在于Fulltime H1B是要求一个星期至少有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那Partime的呢就是每个星期是20到40个小时 但是他们都是要达到最低的工资标准的规定 那Fulltime呢一般是按照每一年是一个prevailing wage 那Partime是按照每一个小时来计算的 其余的要求和申请的步骤和Fulltime的H1B是一样的 而且也不存在说Partime H1B就比Fulltime不容易过这样的说法